一直在搞潛艦的立委到底是谁 潛艦国造召集人黄树光卖关子 国民党立委马文君28号发文说 影射的杀伤力最强还正告黄树光少来这套 你不点名我不会对号入座 但你若点名我我一定告你 海军前顾问郭喜却直接指名道姓 马文君就是认为把所有资料送去 马文君29号上午在脸书回应 影亲封案郭喜就是涉案人之一 军旅生涯中断后 郭喜到大陆发展了一阵子 直接转航当军火前客 2018年被黄树光向重 加入前建国造 郭喜拿出不起诉书 强调与影亲封案无关 我是隐岸涉案人 我是军火商 马文君委员我现在正式的向你提出告诉了 绿营立委赵天霖也来参一脚 景仰马文君过去曾在脸书表示 冻结前建国造预算五十亿元是他的提案 还爆料国民党立委拿纸笔 不断抄写厂商资料还吸出 有走在机密法规范范围之外 机密会议的时候 马文君委员是唯一拒签保密协定的 他的手机带着跑出去 跑出去干什么 立委选战对手也鉴止马文君说清楚 讲明白 前建国造意外牵涉立委选战 曾经的团队成员也与在野党立委隔空交火 这场风波短时间内恐怕越烧越旺 华西远军纲级案周大翔 台北南投综合报道 哈喽我是冯卫之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